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不过今天该草案在台立法机构卷土重来 为此台立法机构负责人苏家全 以及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明 昨天特意放话误占主席台 有媒体分析 这预告民进党方面势必在今天强推该草案过关 这个也不足取 如果都是用杯葛的方式 那未来整个立法院就瘫痪 那整个立法院干脆就解散了 苏家全再度喊话 台立法机构审议劳基条例修正草案 这回他要力拼过关 蔡英文5号晚间召开施政决策协调会议时 也指出 这次修法社会已经讨论很久 希望民进党党团尽速完成尽速定案 一边提醒国民党不要杯葛一事 一边说该听到的声音都听到了 有台面分析 从台立法机构负责人苏家全 到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明的态度 似乎都在预告 台立法机构劳基条例修正案 包括一例一休 砍掉七天假 12月6号势必三度通过 就今天上午 台立法机构劳基条例修正草案 冲冠的相关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东南卫视住台记者 稍早前发挥的报道 我现在是在台立法机构的门口 那么在2号的时候 所谓劳基法相关条例呢 是冲冠失败 那么今天是卷土重来 我们看到一大早的时候 抗议民众来自各地的劳工代表 就聚集在我身后的这个台立法机构的门口 而且呢据了解 今天一共是有来自二三十个劳工团队 一共将近150人左右 而且这个人数一直在不断的上升 他们手中手举着民进党团明代的人民牌 而且逐个向他们进行喊话 说他们不要忘记当初是怎么把他们选出来的 别做砍架的凶手要倾听民意 另外为了维安呢 今天的警力也是加强了部署 那么根据了解今天一共有1018个警员出动 是把立法机构的外围层层的包围 另外根据了解呢 国民党方面的这个 廖国栋疫情人在早上七点钟就早早的 带领国民党疫情人强占这个主席台 而在民进党方面呢 并没有在议场内看见他们的人员 气氛是非常的诡异 那么相关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日本核灾区食品进口议题 在全台各县市炒的是沸沸扬扬 但菜当局一意孤行 如果真的放开进口 各地有能力自己检测吗 有台北市议员就此开记者会称 全台湾各县市只有台北市卫生局有一台辐射检测器 而且只能检测食物表面有没有核污染 民众自己买日本饼干 担心辐射吃下肚 拿到嘉义市卫生局可以帮忙检验吗 答案是没办法 地方政府并没有编列这些设备跟预算跟检测的实验室 是目前我们地方政府是没有做这方面的检验 全台为了日本核实 要不要书台吵得沸沸扬扬 民众想要自己把关 各县市政府却爱莫能助 卫生局只能针对食品包装上的地名做防守 因为检测辐射的实验室需要通过特殊认证 还要用到专门的设备和专业人士 全台各县市都没有这方面的装置和人力 这台机器叫做点化纳的增检器 那它可以测到多少倍克跟普公斤 找遍全台湾 目前只有台北市卫生局有这样一台价值 68万新台币的检测仪器 但也只能对核灾食品出检 最终检测报告还得上交到台所谓原能会 根本缓不济及 我们卫福部跟我们农委会 自己都没有合格 合于它公告标准的检测仪器跟方法 他们还好意思开工厅会 面对可能进口的日本核灾食品把关不给力 难免引起到内民众质疑 而网络上流传看日本食品代码英文数字 就可了解来自什么县市 其实也是误传 有下日期后面有一个英文码 U啊或者是K等于它的产地吗 其实不是 因为日本其实它各县市都很 都有自己的管理规则 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管理规则 你要用这个代码还要上网去 它自己那家公司 比如说明智的或者是其他的 你就要上网去查这个代号 是不是那个地方产地出产的产品 核实的问题攸关食安 人人关注 想要防核实只能靠自己 也因此民间和国民党发动反核实公投 各地市场出现连署人潮 台北市门槛9万人 现在已经超过2万人 包括台前卫生部门主管杨志良 和马英九的姐姐马以南都现身回应 台湾蔡英文当局上台后承诺旧农业 如今花了大半年 台农委会宣布成立所谓 台湾国际农业开发公司 负责农产品进出口海外投资等项目 但不少企业都已退出股东角色 甚至有人批评台农发业务跟其他农会重叠 质疑蔡当局是想弱化掌控台北农产公司的张荣卫的势力 捧着台湾生产的香蕉 台行政机构负责任林全在台上卖起农产品来 不过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特别的令人印象深刻的 反而是早期台湾像香蕉的外销 洋菇的外销等等呢 现在都已经变成了过去 台当局宣称旧农业 花了大半年成立所谓台湾国际农业开发公司 火龙果世家通通要卖到海外去 四大任务包括农产品进出口技术输出 海外投资与资财外销却被批评业务重叠 其他单位都在做的是 这个新成立的台农发能做得更好吗 仔细看不少企业已经退出股东角色 包含涉及利益回避的台塘公司 杨明海运也表明无意愿加入 台所谓农委会只好向鸿海 永丰鱼台达电等企业招手 台塘的部分是因为会用到它的土地 其余的都按照原来的规划 像国务会还有一些花卫协会啊 等等都是有按照原来的杰作来加入 偏偏当初抓菜虫事件 台所谓农委会 姐姐和台北农产公司总经理韩国瑜杠上 外传蔡当局成立台农发有歼灭敌人之意 对此韩国瑜不愿多做回应 新任董事长也赶紧否认 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台北农产关系 因为这个是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谈了 台媒体评论称 推广农业本事好事一桩 不过怎么又扯上政治话题 蔡当局的选前承诺到底能兑现几分 翻译文上台后 两岸关系激动 导致大陆游客赴台人数锐减 最近有岛内旅游业者爆出 台湾有旅行社为了争抢大陆游客 不但包吃包住零团费 还倒贴支付大陆相关接团单位 每人200到300元人民币的费用 拼的是陆客在台够多 能够从中获取抽拥补贴 以维持生计 只要把人带到台湾 下了飞机 一切就由旅行社负责 零团费还给零用金 真的没有开玩笑 甚至更严重的时候 就是人来这边不但不用付钱 还要在另外一个人挂钱 再给到那边 把这个人买回来 这就是更严重的种情况 台湾旅游业者说出潜规则 有台湾旅行社不但提出零团费 还倒贴支付大陆旅行社人头费 一个人平均200到300人民币 原来是看重大陆游客在台湾的购物成效 从中抽拥回补获利 不过过去陆客团多 业者还能赚钱 但现在陆客团少 业者只能赌运气 赌机会 今天就安排了唯一的一次专门购物 不要是吃的东西 然后免试商店有很多东西 但是各地免试商店差不多了 没有我什么都没玩 要说实话吗 比大陆贵 北京来的游客来台湾四天中 有两天购物行 有人采买 有人空手而归 也就是说台湾业者如果采取零团费 加付人头费的方式 经营越来越辛苦 有的集团机构在 就是没有量的时候 它必须要靠这些现金流 的一个流动来维持它正常的运转 所以说它有些时候 它不得不一定要赶快把这些人能够补进来 另据台湾媒体报道 路客减少 供给量却持续增加 也使得台湾饭店住房率频频下滑 不少业者只能苦成经营 如今传出台湾代数饭店 已从今年上半年的70家增至于百家 而且越往中南部情况越严重 业者指出 这些代数饭店多半是投资客 近两三年取得的物业 而且越往中南部都会区及观光区 代售饭店越多 即使近期卖方开价略为放软 且不少人等着接手 但仍与买方价格有两三成差距 因此成交极少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台湾媒体 今天还关注了哪些资讯和评论 我们来连接一下本台的驻台观察员 陈贺南 贺南把时间交给你 好小丽 我们接着来补充几个消息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台湾联合报上的报道 大大的标题就是自救观光协会组团附入寻生机 由台湾观光协会会长赖瑟珍带队一行人 昨天启程前往大陆 要表达台湾旅游业者希望大陆游客客员不要减少 期望加强两岸民众旅游交流的心愿 而众所周知 当前大陆民众赴台旅游意愿大幅度降低 台湾不再成为大陆民众最有意愿前往的旅游目的地的原因 非常简单 就是在民进党蔡英文当局上台之后 种种的政策和姿态所反映出来的态度 以及对岛内社会造成的影响 而另一方面在本月的22号 之前参访大陆的兰茵八线市相关的旅游特产展览 也将会前往大陆积极的寻求机会 而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 岛内观光旅游业者在展开一系列自救行动的同时 也正在酝酿着一波对于台当局的抗议活动 据称不排除会在元旦的前后 可能将会有上千辆的游览车 前往位于台北的蔡英文办公室门前进行抗议游行 表达观光旅游业者对于目前民进党蔡英文当局的失望 相关事件的后续发展 我们将会持续的进行关注 另外我们也来关注今天台湾中国时报上的报道 台湾调查部门昨天宣布破获了岛内最大一起毒品走私案件 毒品的价值高达20亿元新台币 共查获毒品218公斤 台湾方面从两年半前开始发现 一个名为叶英的跨境贩毒集团 在台湾岛内进行相关的毒品走私犯罪 台湾方面跨境成立了猎鹰专案小组 经过调查员长期的调查之后发现 该集团是通过岛内一家名为维达的空壳国际贸易公司 以从巴西进出口电池的方式进行伪装 走私大量毒品 当本月一号的时候 这家维达国际贸易公司再度曝光要出口电池时 调查局果断出击拦截查获了这批岛内最大的毒品走私 毒贩采用的方式极为隐蔽 连基督犬和X光检测都难以测出 目前该集团已经被台湾方面有所掌握 但是由于毒品的数量过于庞大 研判还有上下游的相关制毒贩毒网络 台湾方面已经展开扩大调查 最后我们来说一个轻松一点的消息 这个消息让很多朋友 特别是台湾的朋友 尤其是台北的民众是松了一口气 一直悬而未决的台北101跨年烟火终于有了结果 我们来看 这是今天台湾中国时报的消息 无名中小企业赞助点亮台湾101跨年烟火前筹到了 每年的台北101跨年烟火成为台北 乃至是整个华人圈跨年的标志之一 但是在今年一直到12月了都还没有确定的消息 因为某些因素 今年相关区域的企业都不太愿意出资赞助这一活动 一度传出受到经费的影响 台北101跨年烟火将不会在今年出现 那么最终在几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关键人士的牵线之下 由10家中小企业分摊了今年101跨年烟火的相关费用 而且101方面还表示说 虽然目前是时间紧过程坎坷 但是今年台北101跨年烟火的时间不会缩水 和去年一样都是238秒 但是考虑到了对于环境的保护 今年将会增加灯光秀的部分 会规划成为灯光烟火秀 同样值得期待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今天在台北的一些关注和梳理 接下来把时间还给福州 小丽 好的 谢谢贺南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在微信平台开设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微信搜索关注海峡新干件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好的 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韩联社五号援引韩国总统府青瓦台相关人士的话说 韩国总统朴景会表示 接受执政的新国家党提议 确定将提前下台 据韩联社报道 当天 韩国国会针对亲信干政事件 展开第二次国政调查特别委员会会议 听取包括青瓦台核心部门 以及企划财政部和教育部等的机关报告 青瓦台秘书室市长韩光玉出席会议 并针对执政党议员提出的 总统第三次对国民谈话可否看作是 对国会及舆论的提前下台宣言 这些问题做出肯定答复 关于具体卸任日期 韩光玉表示 平稳移交政权也是总统的责任 并称 朴景会不会留恋总统任期 将充分综合各方意见做出决定 青瓦台政务首席秘书许元祺则在会上表示 朴景会已获知新国家党提出朴景会 明年4月下台6月举行总统选举的方案 并表达了作为新国家党议员 将接受党的决定的意愿 在被问及这是否意味着朴景会将于明年4月卸任时 许元祺表示 听从党决定的话中包含了这样的意思 随着亲信干政事件在韩国不断发酵 朝野及民众的反对声浪不断高涨 3号共有约232万韩国民众在全国各地举行大规模集会 与此同时 在野党阵营也计划推动国会9号就总统弹劾动议案进行表决 德国总理默克尔5号在德国西部城市埃森表示 他对于意大利总理伦奇在此次修宪公投中遭遇失败感到难过 正在埃森准备出席基督教民主联盟代表大会的默克尔对媒体表示 尽管他支持轮起推进的宪法改革 但这一公投涉及意大利内政 他尊重这一结果 我印象指望 我准备点 我义成龄 但既然是许多一切但当我们尊重这个选择 价格中非常拟传 一切极大的议设计 我这里建议政府 当天早些时候 德国政府发言人塞伯特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默克尔对于伦奇在公投失败后 决定辞职表示遗憾 塞伯特说 无论意大利新一届政府持何种立场 德国政府将与意大利新一届政府 继续在友好气氛中保持紧密合作 正在希腊访问的德国外长 施泰伊迈尔当天表示 他对意大利修宪公投 未或通过感到失望 施泰伊迈尔说 伦奇已做出正确且必要的努力 但没有得到选民认可 他表示 公投未或通过导致的危机需要尽快解决 12月6号和7号 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将召开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层 有分析说 如无意外 默克尔将在此次代表大会上 继续获得基民盟领导权 意大利4号就修改宪法 举行全民公投 5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 结果显示 反对票大大超过支持票 轮其主导的政治改革遭遇重创 他随后宣布辞职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当地时间12月5号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提名黑人民一 此前的党内竞选对手 本卡森担任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 总统过渡团队称 卡森将致力于保持连租房质量 尤其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 并在住房金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帮助确保住房消费拉动美国经济 卡森是美国家喻户晓的励志明星 去年5月宣布参选美国总统后 一度人气极高 不过初选开始后 由于卡森在多场电视辩论中表现平平 支持率一直不高 卡森最终在今年4月宣布退选 英国最高法院5号开庭审理脱欧程序案 将就启动脱欧程序是否需要议会批准 做出终审裁决 裁决结果将决定政府和议会 谁来主导英国脱欧 并对脱欧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据报道 此次庭审为期4天 英国最高法院的11名法官 会首次全体出庭 庭审过程将通过互联网全程直播 预计最终裁决结果会在明年初出台 国际体育众裁法庭5号 在瑞士洛桑发表声明 驳回国际足联前任主席布拉特的上诉 国际足联对布拉特施加的六年禁足令 维持不变 从去年10月8号起 布拉特被禁止参加国家和国际层面 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 同时罚款5万瑞郎 因不服禁足决定并坚称自己清白 布拉特于今年3月向国际体育众裁法庭 就禁足令提交上诉 并在8月初写了听证会 向由三名成员组成的众裁小组 做出最终解释 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消息说 一架苏33战斗机 当天在叙利亚执行任务后 在库兹涅佐夫号航母上降落时 因阻拦锁断裂而冲出甲板 飞行员弹射逃生 没有受伤 搜救人员已经将其救治航母上 但国防部未公布这起事故的具体时间 俄国防部强调说 俄罗斯航母编队会按计划 在地中海执行远航任务 舰载机也会继续执行飞行任务 这是俄罗斯航母 库兹涅佐夫号11月1号前后抵达地中海后 第二次发生舰载机事故 好的 接下来又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TV地标2016中国电视媒体大型调研成果 昨天下午在北京发布 此次发布会是由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主管的中国广播影视杂志主办 会上发布了年度最具影响力省级卫视等榜单 其中东南卫视的东南军情栏目 获颁年度上星频道最具品牌影响力节目 在当天的颁奖典礼上 来自全国电视媒体 电视制作机构 视频新媒体 及新闻媒体200余人参会 据了解 在广电业界和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和权威性的 中国广播影视杂志 已连续举办了十届此类的评选活动 今年的中国电视媒体大型调研 为2016年全年时段为主 主要调研对象和内容是 中央电视台 省级卫视 省级地面频道和节目 城市台及频道和节目 视频新媒体 与广电相关的社会机构等 调研对象广泛 内容丰富 是历年来最广泛的一次调研 今年中国广电面临着更加深刻的媒体环境变化 但广电人仍然积极创新 推出了大量充满正能量 有品位又有收视的好节目 东南卫视的东南军情 就是其中的代表 该节目在此次颁奖典礼中 融获了年度上星频道 最具品牌影响力节目 东南军情是东南卫视 重点打造的一档 时事军事资讯类节目 每期节目40分钟 每周六21点10分时段首播 该节目自2014年3月开播以后 以其高收视率 高品位 专业化的节目品质 迅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成为了国内一档 有相当影响力的军事类节目 2016年1月 东南军情以全新面貌回归 关注当下最火爆 最热点的军事动态 并通过与国内最前沿的 虚拟技术相结合 还原事件场景 展现各种先进武器装备 通过逼真震撼的视觉效果 向观众提供多角度 多渠道 新鲜热辣的军事资讯 同时 该栏目还邀请杜文龙 陈虎 曹卫东 黄冰等优秀的军事专家坐镇 让观众享受丰富多彩的军情盛宴 在2016年 东南军情栏目 还参与协办高规格的 中国军事文化网络主题论坛 该栏目的2017年播映权 以100万元的价格买出 这是当前电视市场对东南军情栏目品质的认可 东南军情 额域中心共同举办 活动希望透过社会各界人士 尽自己一份小小的心意 滴水能汇成大海 达力集团为此次活动捐赠物资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贫困留守儿童 让他们在这个寒冷的冬季 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我是一名达力人 很荣幸能参与到今天的活动中来 达力食品建立27年来 格手用心创品质的企业理念 始终以用心的态度 认真地对待每一件事情 在发展企业的同时 我们铭记社会责任 坚持用心回归社会 希望通过今天的活动 有更多的人 更多的企业参与到公益行动中 来用行动奉献大家 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海峡新幹線官方微博 和东南瑞士官方微信 我是小丽 我们明天中午再见